近来疫情持续升温 演艺圈也传出不少人确诊的消息 胡宇卫在29日早上自行快筛实验出阳性 对此经纪公司也表示 胡宇卫因为工作因素 几乎每两三天就会进行快筛 之前快筛都是阴性 而今天早上的自主快筛结果为阳性 因此临时取消工作行程 也将近速前往医院PCR 由于她三天前出席过新系的活动 通常的医人状况也备受关注 而胡宇卫目前的身体状况是想咳嗽 像是轻微感冒一样 另外未婚妻陈婷妮的状况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对此陈婷妮的经纪人表示 她身体没有不舒服 但两人一定是密切接触者 所以陈婷妮也要直接去医院做PCR 等待有结果会再告知的 胡宇卫最后则提醒大家 要注意身体状况好好保护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